大家好,欢迎收看您是谁聊 最近一天全球最大的新闻就是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全面的规模空前的那种袭击 其实这种袭击,说袭击还说小了,实际上是一种战争新闻 就是哈马斯开始入侵以色列了 当然这个说上去是觉得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种说法 因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他是打游击或者搞恐怖活动的这样组织 而以色列是一个军事强国 你一个恐怖组织,你就是躲在老百姓后面 哈马斯的一项最著身的是他藏在老百姓的后面 用妇女老人儿童做一套的挡截牌 接着哈马斯一贯作风 这样的组织他居然开始入侵以色列了 所以这件事情特别让人意外 他的确是一种入侵 因为他几乎把亲戚所有 几个小时之内就打了几千发火箭弹 各种土粮的自制的买的走私的 各种武器都向以色列国土上倾泻 以至于以色列简直是 以色列南部简直是浓烟滚滚 就是硝烟四起的样子 而且以色列直接他感受到的就是 他处于一种被入侵的状态 因为这些哈马斯的恐怖分子还越近 直接去绑架以色列的平民 然后直接残害以色列平民 然后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在全世界的社交媒体上 那些这些恐怖分子在那 分享这样骄傲的贴他们怎么样 虐杀平民的 甚至去肢解去侮辱那些被杀害的 以色列的妇女 当然了后来一个被证实是 德国的一个女青年 很不幸的在 在以色列他参加音乐节 就被碰上这件事 直接被巴勒斯坦 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 掠杀了 并且把肢体精 尸体进行侮辱 并且把这些都贴在了互联网上 这可以说是 最惨无人道的一种 一种恐怖主义活动 首先呢 这次袭击呢 有两 有几个看点 几大特点 第一个呢 是大规模 它是一种战争行为 就是第二个呢 是他无预警 就没有之前 没有哪个国家 甚至以色列本身 他都没有预感到 这个事情会发生 所以很多人在说 以色列的情报 军事部门 严重失职 我呢 当然了 这肯定是失职了 他应该能够觉察得到 因为这毕竟是一次 比较大规模的协同活动 协同的一种战争行为 以色列完全就没有预警到 我觉得这是 肯定是失职的 但是我觉得不能全怪以色列人 因为 那个区域其实 长期的这种平衡状态 已经保持很长时间了 其实处于一种 动态平衡当中 其实处于一种 相对和平当中 最近 很多年 它也没有发生 大规模的 这种冲突 或者准战争行为 也没有 甚至整个中东 其实出的大事都不多 但除了 除了伊朗自己出的事 整个原来的那种 传统的火药桶 就是以色列周边 没有出现太多大的事 所以以色列人肯定不会想到 会突然发生这种事 而且全球的这个焦点 也不在中东这个地方 这个你说 也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点燃中东的导火索 没有一个原因点燃它 那为什么它会突然这么爆发 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行为呢 其实这个突然性 也就解释到 以色列人 这一开始就遭受了 这么一天之内 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有很多以色列的 就是平民 在自己的房子内被屠杀掉 然后 在以色列境内被枪杀 因为那个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 它直接剪破这个铁丝网 就突破了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国防兵军 并没有处于一种 在每一个点上 都处于一种 全高度戒备状态 也就是说 咱们比如说 它不处于什么 一级战备 或者这样的警戒状态 因为 在这之前 生活很正常 一直就没有迹象 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 以色列刚开始 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正好说明 这是一个纯粹的 单方的 没有 没有被 不是因为 以色列对 哈马斯做了什么 而是哈马斯 单方的 单方面 挑起了 一次巨大的战争行为 而且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这些哈马斯 下手特别狠 他们就是针对的 他们 不忌惮对这些 妇孺 老弱 贫弱 就是对 这些弱者 采用最极端的 暴力行为 他们不忌讳这一点 因为他们 只要这样做了 他们其实就没有 任何道理上的 立场 之前 当然这些人 发动这种 恐怖袭击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 粉饰自己的目的 比如说 他会说 这个 那套说辞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实际上 这套说辞呢 也骗 也欺骗了非常多的 全世界的 各个国家的 各民族的 各种人 甚至今天 我回来 在路上 跟悉尼的一个 第四世纪 这个人是一个希腊人 跟他聊天 谈到了这件事 他说 我还支持巴朗斯坦 当然他 我不知道他 是不是真的了解 这个 以色 这个哈马斯的 这些恐怖主义分子 你看怎么样 对平民下手 如此的残酷 对于这种弱者 就吓这种 对平民无辜的 平民无罪 你如果是打仗 你不要针对平民来 这是战争 最基本的道德 你只要不讲这点 你就是恐怖分子 那别人对你 也可以不择手段 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这个司机 我今天聊天了 这个希腊裔的司机 他是不是知道这点 但他说 巴朗斯坦 他们原来的家园 被以色列人 怎么赶走了 这一套 就跟我们原来 在国内受的教育 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很多 其他的国家的人 也会以这种方式 来支持巴朗斯坦 但是 你在哪方面 都是可以 你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但你不能支持恐怖主义 这个哈马斯 就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他赤裸裸对 无辜的这些 妇女儿童 直接下杀手 而且还把这种 对于一家人 下杀手 而且还把这种 结果 还贴到 向全世界宣告 那这就是对 人性的一种宣战 他就是对人的生命 这种蔑视了 你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那你哪种政治观点 都没有办法 为你对这种 妇女 对儿童的这种 残暴 这种暴行来开拓 是不是 你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 说他们可以 他们那地方是他们的地盘 你可以这样去支持他们 但你不能够支持 一个恐怖主义活动 但哈马斯 为什么胆敢 把恐怖主义的这种行径 赤裸裸的就贴在 全世界的这个 社交媒体上 向全世界宣告 他就想把这些事 闹打 闹得越大越好 为什么他闹得越大越好 因为哈马斯他知道 以色列人只 以色列军队 只要反应过来之后 开始对他 收拾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半点胜算的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 就是一帮无火之中 以色列完全可以收拾他 而且现在 以色列也有足够多的原因 也必须收拾他 他自己这么多拼命被杀 他要再也不做出 这样的举动 那以色列这个国家 也就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我相信以色列人 会全面的展开 对哈马斯的抱负 他以色列的 那个军方的发言 已经说了 我说得非常清楚 他们将会让哈马斯 感受到 他们从来没感受到那种 那种军事抱负 而且将会付出 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的代价 我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做到 能够把哈马斯这个组织 整个给他铲除 这样他才对得起 这些被残杀的平民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过来谈谈 为什么这样做 首先呢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全世界反应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世界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了 最基本的是 绝大多数西方 不是绝大多数西方 不是绝大多数西方 西方国家都是支持以色列 捍卫自己 以色列人直接宣布 自己处于战争 被入侵当中 你说哈马斯一天 打了几千枚火箭弹 而且朝着居民去打 而且直接派人 就去袭击你的居民 就直接把你的居民 从家里边抓出来 要不就是当场打死 要不就是拖回加沙地带去 当人质 被塞在那些地道里边 或者被关在那些地方 或者直接凌辱 杀害 杀害 并且还向全世界展示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 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正常的领导人 稍微有点人性的 他们都不可能不去谴责这件事情 这个是赤裸裸 在没有任何一个 你无论是宗教 或者政治派别的人 能够去有任何的立场 去支持这种恐怖主义行为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可以同情巴勒斯坦人 因为巴勒斯坦人 和以色列的确存在历史问题 你可以站队 你可以在这方面站队 表明你的政治立场 但你不能够支持 对平民 对普通人的这种掠杀 而且这在没有任何人 挑取的情况下 以色列最近没有对他们 采取任何的 任何的手段 没有采取主动的攻击他们 没有在任何攻击情况下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在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挑动的情况下 主动就发起了攻击 另外呢 还有俄罗斯和中国 就没有谴责 俄罗斯和中国就是 相当克制 这话说出来 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说这话 你在街上看着一个歹徒 去杀害一个无辜的弱者 杀孩子 杀妇女 还能略杀这种状态 你说 双方克制不要动手 你这句话说的 你就是明显包庇恐怖主义者 那中俄为什么要明显包庇 那显然中俄 就是站在哈马斯后面的人 我们很快就会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 就是一些左派的一些 一向的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他一向支持 他们会陷入到一种怪圈里面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认为 以色列是怎么着 那咱们就不纠缠到这个历史问题当中 到底这个地方 原来是最早以色列人在这住 后来又经过什么 奥斯曼帝国 后来你阿拉伯人又是什么时候来的 后来又是 以色列又怎么去复国 等等 这中间人类每一个地方 实际上在每一个有人住了上千年的地方 都存在着无数多这样的故事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你中国没有吗 中国那些少数民族也好 汉族也好 各种这个朝代 换了下一个朝代 这打打杀杀的 恩恩怨怨太多了 这样的事 这每个国家都有 咱们不去纠缠这个历史问题 我们仅仅是从 仅仅是从目前这件事情的 你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呢 这世界就明显的分成了两派 而中俄居然不去谴责他 原因就是中俄是推动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哈马斯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底细 要开始搞搞事 要开始不惜血本的把自己的存货 全部都拿出来 不顾一切的 他把这火箭弹打出来 他还有多少火箭弹生下来 他还怎么样跟 跟以色列做长期的斗争 这就是一种豁出去不要命的 一种自杀性的情况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他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就像一个恐怖主义者 他一直没有人在照顾他生意的时候 他突然拿了一笔大买卖了 做了一笔超级大买卖 绝对有人后面给他们砸了不知道多少钱 或者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给他们以某种他们前所未有的支持 以至于他们跳起来 行就算是我豁出去了这个例子 我们这个恐怖组织 可能就成立到现在 还没得到这么大个好处 这么大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他后面有人站台的时候 他才能够跳这么高 他才敢自杀性的进行攻击 我们想去年的时候 冬奥会的时候 那个普京跑到中国去 风火很奇怪 那个时候普京是当时唯一参加冬奥会的 一个世界领导人 中国特别特别 习近平特别关注这些 怎么着他的好朋友来了 有面子是吧 冬奥会开的风风光光的 是不是 花多少钱都可以 还开完之后表彰 热闹得一塌糊涂 又是感觉万国哪一逃 是不是 然后回去了 普京回去没多久 冬奥会一打完 一开完 冬奥会开完 那边普京就发动了 对乌克兰的战争 那这次呢 亚运会 亚运会请了一个谁啊 请了一个 阿萨德来 就叙利亚总统 叙利亚总统是多少年都没出来过了 因为他已经臭名昭著了 他叙利亚发生那种内战 叙利亚总统手上都是血迹斑斑的 那就是一个独裁者 那就是杀人不咋见的那种魔王级的人物 这次居然出山了 所以刚开始 所有的人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习近平把阿萨德请到中国去做上兵 这个人拿得出手吗 所以当时都有个巨大的问号 我当时做视频的时候 我还是在说 我不知道中共这么干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真的想在中东搞事情 搞一把事啊 或者说现在俄罗斯顾不了 叙利亚了 请中共出来 带这个俄罗斯大哥啊 照顾一下叙利亚小弟 果然 果然是这样 你看没有 这个亚运会 这个阿萨德才去亚运会 开幕式风光一番啊 还去林影寺去啊 对皇帝都不开的大门 对阿萨德开了 这下了多少决心啊 这对阿萨德可是另眼相看 阿萨德有这么重要吗 我当时在视频里面说 我说 这个叙利亚跟中共有 八干支打不着的利益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果然无力不起早 是不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敲锣打鼓地做 因为阿萨德绝对 现在就带着他们的重任了 那阿萨德在中东 不就是支持珍珠党吗 这种的啊 他的老后台嘛 在中东后台 他还有一个是伊朗 那伊朗早就牵扯到 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当中啊 这几个国家 都是传统的反美的国家 那反美都是反到极端的 当然还有个反美 就是委内瑞拉这样 委内瑞拉太远了够不着 所以呢 现在没委内瑞拉的事 但是这边的事有 然后呢 当然现在除了这些人反美 还有一个就是 中共反美 中共在习近平的胆人下 成为了美国最大敌人 他反美的决心 我看不比普京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阿萨德去中国 就有道理了吧 直接派飞机去 把阿萨德接过来 画了这么大的周章 给阿萨德破了一个皇帝 只有邓小平 才能从正门进去过的 这个领事 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如此的后代阿萨德 还是有原因的 就是他肩上有这一个重任 那果然欠在阿萨德的小弟 这个 这个哈马斯 那就是不遗余力了 这回老板发话了 而且绝对是 账号里面打了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个绝对 那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第一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战争上 节节败退 而且俄罗斯的经济 已经出现巨大的问题了 俄罗斯这个国家 眼看眼看到 这个在 首先战争上 就要出现巨大失败 你比如说现在 他的黑海舰队 已经开始撤离了 他再不撤离 那军舰全部被打光了 他的指挥所都被端了 他的司令都已经被 他的指挥官都已经被导弹 直接击毙了 所以俄罗斯 普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失败 他现在已经败向毕露了 马上他俄罗斯的经济 已经撑不下去了 中国不是一样吗 中国发生的事 最近发生的事 我已经做好几个视频 就说这个 这中国已经 这个最高统治者 他的位置已经不稳了 最新的传言 不是说这次经浄会议之后 还有人想谋杀习近平吗 而且直接 当然这次传言 当然这种东西永远会是传言 除非到他倒台的那天 当然中国的军人 是有足够多的理由 甚至中国的其他的 那些工商界的人 是像马云这样的人 都有足够多的理由 造习近平的反应 这绝对的 这些人都有足够多的理由 所以习近平收拾 军队收拾的特别凶的 因为他不安全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能做出什么 所以大家一致的判断 都认为他有可能会对台湾发动 发动进攻 但我一直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太难了 他打台湾 特别是美国 日本都准备好 随时跟你对着干的情况下 他没有任何胜率 现在他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他们至少在打台湾之前 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其中一个事情就是 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起 直接在中东把这个 传统的炸药 这些火药库给他点爆了 中东搞起来 就是对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这种矛盾 这是旷路持久的矛盾 一旦把以色列的这个事 就是中东的火药库点爆了 中共会有什么好处 或者俄罗斯会有什么好处 一般来说 大部分人都会从两点上来谈 第一个就是油价会涨上去 油价涨上去 俄罗斯会得利 当然有人说中国会不得利 的确油价涨上去 对中国没什么好处 但是中国可以从俄罗斯那继续 中国如果真的想站在俄罗斯 比如说他们两个国家 真的达成了 反正都烂拥烂地了 现在就站一块了 反正什么道义也不顾了 我们就绑在一起了 因为都没出路了 这个时候 他不用太担心石油 他可以把俄罗斯石油爆了 俄罗斯也可以给他提供 源源不断的石油 所以中国他其实 中共其实并不是特别在乎 他亏损多少钱从石油上 他敢给一百多美元一桶 向俄罗斯买石油 当时全世界只跌到了三四十块的时候 他还一百多亿一桶向俄罗斯买石油 他就是直接给俄罗斯钱吗 他就是愿意给俄罗斯钱 这有什么关系 他不怕 他愿意扔这个灾 他愿意在这上面花钱 他不在乎那点钱 所以有人说油价涨钱 对中国不利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救俄罗斯 中共是可以干的 中共是绝对不会说 担心他那点损失的 恶肚皮的是老百姓 这点他不怕 还有第二点 就是在中东 把这个事情闹大之后 会让美国去支援以色列 然后分散美国的这个军力 让美国在中东屯兵或者干涉 这样中共就可以打台湾了 这是一般的这样分析 但我认为 其实真正的放开手干的话 现在中东是不是能够全面打仗 开战 我觉得我是怀疑态度 这个像沙特这样的国家 他不一定愿意看下 沙特现在做出和解的迹象 沙特还愿意跟以色列和解 就光以色列一个国家 他只要放开手干 周围的这些国家打不过他 那原来打那么多次中东战争 那些国家联合起来都惨败 而且这一次你像 原来惨战的埃及 约大街 他这么不一定 会真正的卷入到里面去 这一次死因的就是要卷入到 就是两个路 就是这种失败的国家 就是非常非常糟糕 因为正是因为他的国家 他已经糟糕到这种程度 所以他的独裁者才愿意 挺而走险 就是伊朗还有叙利亚 只要其他国家不卷入去 以色列一个国家 对付这些国家绰绰有余 所以呢 有人说是把中东战火点燃了 吸引美国军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失偏颇 也不完全是这样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 中俄站在后面 推动兵器点燃这个 炸药筒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件事情可以激起全世界的 这些隐藏的 这些恐怖主义者 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者 咱们具体的说一点 因为巴以冲突 直接就是反映了 就会演化成伊斯兰人 和犹太人的冲突 就会直接演化成伊斯兰教 和西方的冲突 这个对谁有利 这是给西方造麻烦 就是说一旦巴勒斯兰那块打得越来越凶 各种产无人道的双方的这种 你来往往的互相的 互相的残杀 咱们这样说 各种非人道的那种 照片出来之后 就会刺激全世界的这些恐怖主义者 在西方搞事 你比如说这些人就可以 疯狂的一样的 就是上街甚至上街去 本来是正常的 比如说英国这种国家 也有很多的穆斯林的国民 相信其中某些少数的极端分子 他本来可能还没什么事 他还不会动用他那个 圣战的那颗心 但是在这种新闻的刺激下 他很有可能就会动手 你比如911也是这样的 911也是受这种中东的这种刺激 以至于导致基地组织 真的就豁出去 直接在美国设计分支 搞那恐怖恐怖分子 直接去制造了911产 这就是中俄他们想做的事 因为他们自己陷入的困局当中来了 而他只有把西方也搅乱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哈马斯搞了这次之后 就是非常的夸张地渲染 他这种残暴 他目的就是刺激西方 刺激以色列 你来打我吧 我不怕这件事闹打 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 闹得越大 在西方发生恐怖主义 袭击的可能性越大 这目的就是在中俄 他们各自 中俄的独裁者 各自陷入巨大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要采用这种超限战 他的这种超限战 就是跟恐怖主义者 结合起来 恐怖分子变成了他们的盟友 所以中俄这一个轴心里面就多了一个盟友 那就是全世界的恐怖主义者 我相信在别的地方都有可能还接着调动起来 如果他调的动的话 当然中东是最容易点燃的 但是这个事情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挽回俄中的败局 这个事情他会成功吗 那就看 我们看以色列多快能够把这个哈马斯 再把这件事情 闹成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上 之前就把哈马斯给他解决了 就看以色列人反击的力度 好 今天先聊到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